这才是麻辣压货好吃又正确的做法 大家好,我是刘逸 今天跟大家分享麻辣压货的家常做法 麻辣入味,香气四溢,下酒又下饭 尤其是喜欢喝酒和喜欢吃辣的朋友 做上一盘吃着非常的不错 自己在家做比外边买的更好吃,而且还实惠 饭店和卤味店做的为什么那么好吃 相信许多朋友不知道 大厨今天分享详细的做法 让你在家也能做出饭店的味道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试 首先准备自己喜欢吃的压货产品 压头压薄压蒸 我今天还用了鸡爪 猪蹄 多放点这些胶子比较厚的食材 特别是低锅起卤水的时候 增加卤水的香味和鲜味 起锅先来炒这个花椒盐 锅烧热后下入食盐 炒至中小火慢慢把盐炒出香味 把盐炒至味黄大概需要三分钟 然后关火 等个20秒钟 盐稍微凉一下再下入花椒 用勺子炒匀炒出花椒的香味 花椒切得不要放得太早 要不然还没炒出香味就服了 晾凉后再来腌制压货又香又入味 如果是用深的食盐直接腌制的就没有这个效果 把压货放在水中浸泡两个小时 泡去血水然后捞出控干水分 先倒入高度白酒抓拌拘泥 去心蒸香 白酒抓匀后再放入适量的花椒盐 盐的量稍微要多一点 因为腌制过后还要洗一遍 用手稍微多抓拌下 这样更容易入味 而且还能够去除鸭肉里边多余的血水 其实把鸡针也倒入盆中 同样的方法先倒入白酒拌匀 把白酒抓匀后再放入花椒盐 抓拌均匀 放在保鲜柜 最要是静置一碗再来卤制 这样做出的麻辣压货非常的入味好吃 而且还可以减少很多的腥气味 在卤之前准备香料 这个香料比较多 因为压货它的腥气味比较重 具体的用料我会写在评论区 嫌麻烦的可以让卖香料的摊主给你配好 再准备花椒两种 青花椒少点 红花椒稍微多一点 因为青花椒麻味足 但香味不足 红花椒香味足麻味不足 两者放在一起更能提升麻香味 用适量的白酒翻拌均匀 这样更能激发花椒的香味 接着用开水把这个香料提前泡上 这样干净又出味道 辣椒最要是选择比较辣的辣椒 我这个是辣椒王 也是同样用开水先浸泡上 辣椒和香料 用开水最要是浸泡半个小时左右 这样更容易出香味 去除一些异味和杂质 再准备新鲜的小米辣饲料 切开 这样更容易出辣味 先浇一个拍破 放入这两样辣椒 是增加清香和香辣的味道 还有去形蒸香的效果 再来切点小料 大葱切成段 生姜切成大厚片 拍破即可 这样更容易出香味 切好放入盆中 接下来兑个酱汁 小盘中放入干黄酱稍微多一点 放入甜面酱 甜面酱的量和干黄酱是1比1的比例 主要是突出酱香的味道 再放入猪猴酱和海鲜酱 也同样是1比1的比例 大概是20克左右 再放入适量的生抽酱油提味提鲜 大概40克 料酒稍微多一点 去形蒸香 护化酱汁 然后把料汁搅拌均匀备用 准备好后 下面开始炒酱汁 先把辣椒和香料控去水分 最好是用清水再冲洗一下 洗锅 先把锅烧干 然后再放入适量的葱油 油的量稍微要宽一点 不知道葱油怎么熬了 可以看我前面试试 再放入适量的鸡 中间香味和鲜味 尤其是第一锅新炉子 必须要放入鸡 油热后先下入姜葱 红炒至鲜味 把姜葱变成稍微发黄 接着加入空干水分的辣椒 保持冬火炒出辣椒里面 勾鱼的水分 在这里告诉大家 麻辣压火好吃的秘密 这在与香料 辣椒花椒 姜葱酱料 一定得用热油炒香 这样是肉香肉肉味 把辣椒炒出表面稍微发白 接着下子从那 稍微翻炒 加上花椒 炒出花椒的麻香味后 接着下入提前就是酱汁 这时候火稍微要开小一点 要不然炒出香味 就直了 保持动小火 一定要把酱汁炒香 大概需要一分半种左右 炒成这样 差不多油酱飞泥 这时候它的酱香味出来 烘起来 接着倒入开水 先用大火像这样烧开 熬至大火 熬至两分钟 让各种香香味淋 接着再倒入另一个 如果有老汤的 就放入老汤的 没有老汤的 把腌制一碗的压火 在水中清洗 主要是去除里面的洗 洗锅烧水 现在穿上猪 淋水下入 放入料酒 稍微多无趣心 鲁汤中 加入适量的冰糖 不会提鲜 而且可以使 做出的压火 颜色鲜亮好看 接着 把传烫透的猪体 倒出一圆汤 猪体两遍即可 切切不要用凉水葱 要不然会影响 它的香味和口感 倒入鲁汤中 猪体成熟比较慢 要先卤制一个小时左右 同时能增加 鲁汤的鲜香味和浓醋度 把鸭头鸭脖 鸡爪和鸡蒸 放在水中 汆烫一分钟 然后捞出控干水分 再准备洗干净的香菜 根适量 蒸香提味 也可以放入香菜籽 再放入少许的芹菜对 同样的目的 也是去腥提味 接下来调个糖色 过中放入少许的葱油 再下入适量的冰糖 炒糖色火切切不要大 保持中小火慢慢的翻炒 大概需要两分钟左右 炒至大泡变小泡 成枣红色再倒入开水 一定要是开水 切切不要放凉水 大火熬至一分钟 然后倒出 把炒好的糖色放入酱汤中 切切不要由此加的太多 要少量多次的加入 汤色成茶黄色即可 切切不要太多 要不然容易发黑 猪蹄炉至一小时后 倒入控干水分的鸭头 鸭脯和鸡爪 放入适量的盐 胡椒粉稍微多一点 也可以用整胡椒 效果最好 用勺子推匀后 保持中小火 炉至15分钟 把鸭头煮上颜色 差不多15分钟的时候 再倒入鸡蒸 用勺子推匀 接着放入适量的高度白酒 蒸香提味 适量的味精 不喜欢吃的可以补放 搅匀后 把鸡蒸卤至10分钟即可 然后关火焖至两小时 捞出这样非常的入味 而且颜色还非常的漂亮 可以看一下这个效果 捞出后把各种食材分类 留下料渣 这个料渣还可以卤制两次 辣味和香味都很足 趁热 抹入香油或者是葱油 蒸香提味 防止氧化 喜欢的朋友 记得帮忙点赞 评论 转发 收藏